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给您做一个报告 我准备参加一个大数据AI开发的大奖赛 大家请看 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大奖赛的画面 这是它的主办方的主页 非常的炫酷 对吧 我准备参加它一下 这是我今天刚看到的一个新闻 然后我浏览一下这个大奖赛的内容 我是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说做个视频给您分享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 咱们一起参加 是这样 这个大奖赛的主办地 在日本北海道的扎黄 但是它是面向全世界开发者的大奖赛 而且有奖金 内容我也是非常感兴趣 奖金虽然不多 但是这不是咱的目标吗 对吧 咱主要是能够获得一个好的算法 能够对AI界有所贡献 好 这个说有点大了 咱们就随着我的镜头 看一下大奖赛的内容 好 咱们往下走 这个做得非常漂亮 炫酷 首先大奖赛的概念主题 大数据 AI大奖赛 他想干什么呢 他就说 现在咱们在世界上好的地方 都存在着更多的更多的很多大数据 对吧 那么咱们应该使用AI新技术 能够对人们的生活有所贡献 对吧 今后也会有很大的发展 这次委员会呢 他设在了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渣黄 对吧 这渣黄是这个北海道的省会 相当于是省会啊 他要干什么 他要除对于这个大数据处理 要做一些个这个精算 同时呢 他向全世界来征收一些个优秀的开发者和技术人员 同时把这个开发者和技术人员的体验 做成可事业化的方案 大家请看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咱们参加这个大赛 不光是只是参加赛 然后呢 做咱们自己的算法 而且还能应用到实际的社会当中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啊 ideal 非常的不错 好 咱们看 这个大赏赛有什么主题 tame是什么 咱们看啊 主题 很简单 大家请看这儿 他会给咱们提供很多的商品的图片 然后呢 咱们呢 根据商品的图片 咱们训练出一个模型 然后呢 告诉客户端 这个商品是哪个名称 或者说是哪个分类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图片分类算法 对吧 OK 他准备举办这么一个国际大奖赛 好吧 那咱们再来看啊 他说了 在这个超级市场和这些个小商品商店啊 小药店啊 对吧 都陈列了好多的这个商品嘛 对吧 他就从这个商品棚上拍下这些个照片 然后呢 把这个照片做成这个画像数据集发给咱 然后让咱们呢 去判 根据这些图片去判断 然后呢 去分析 然后去做出一个咱们图片识别的模型 大家就这么一个大奖赛 OK 咱们再看啊 这大奖赛的流程分为两个步骤 stage翻译成步骤吧 阶段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算法评价 第二个阶段呢 是大数据测试 这么两个阶段 然后呢 这两个阶段呢 他都会出 每个阶段呢 他都会出两个课题 让咱们做 然后呢 根据这个事务所 事务所就是他的主办方 对吧 根据主办方 给咱们的这个数据集 然后咱们进行训练 得出咱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呢 给他做成一个这个体验 就这么个感觉啊 然后呢 他的数据呢 每回都会增加 然后呢 这个数据的精度也会提高 那么呢 咱们需要 根据他的这个 提高了这个大数据的量 对吧 咱们要做自己的算法 做自己的训练 做自己的体验 然后呢 把时间的结果呢 每回还要发给他 upload上去 给他 对吧 然后他说 大家请看 不管是阶段一 还是阶段二 如果你这个算法很优秀 他都会给你奖金 好 那咱们这个奖金是后话 咱们先看啊 首先 如果你要想参加这个大奖赛的话 大家请看 点击这个URL进行报名 这个我已经报名报过了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Google的form 是吧 在这Googleform里面 您敲上这个IP地址 敲上您的名称 敲上您的真实名称 敲上您的niconame 就能够注册 包括您说是个人的 还是学生 还是什么都可以啊 做个选择 就能注册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首先咱们先做这个参加表明 说明我想参加这个大奖赛 对吧 然后表明完之后 这个主办方会给咱们提供一个 小的数据集 它显然小嘛 对吧 DataSite 小的数据集 有什么 有20种商品 每个商品呢 有100个图片 但是呢 只有一个分类 比如说 我就是汽水 对吧 各种各样的汽水 对吧 只有一个分类 然后同时 再给咱们提供5个商品 每个商品呢 也是100个图像 同时呢 是3个分类 这个在咱们做这个KTAS 还是这个基地学习的时候 都用得到 我过两天啊 想开AI课程了 不是 正愁没有这种 有趣的实用性的数据库呢 这个数据集呢 正好 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把我这个小马AI课程 做出来啊 就用他的数据集 好不好 OK 然后呢 他会给咱们提供这个数据集 然后呢 咱们就去做咱们的这个 训练咱们模型 给他提几个方案 然后呢 课题发表 在8月5日的时候 他会给咱们发表一个课题 你去按照这个课题 你去给我做吧 做几个方案 比如说你是判断是这个汽水啊 还是这个消毒液啊 对吧 他会有类似的课题出来 然后咱们呢 给他做技术提案书 然后呢 在8月17日之前给他提出 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过程 然后提完之后 然后他们呢 就审核 审核完成之后发表 发表完之后 8月19日 咱们他再提个课题 然后咱们最后再给他做提案书 然后呢 这个都成功之后 他会再给咱们一套新的数据 数据集 对吧 这个是第二次数据集 然后呢 这个是做这个下一步的使用 但是stage1 这个第一阶段就算完成 然后他去做这个审查 审查完之后发表 这主要是算法发表嘛 对吧 什么叫算法发表啊 算所谓的算法发表 就是说你判断的这个图片的分类 是否准确 你别把猫判成狗 对吧 你别把这气水判断成血消毒液 这是不行的 那么呢 只要准确就行 不要求速度 OK 那换句话说 第一步是算法发表完之后 如果你要是这个不错的话 给你个5万块钱 对吧 5万日元 5万日元 5万日元没多少钱 和人币3000多块钱 对吧 然后优秀奖 一个是委员奖 一个优秀奖 就换句话说 一个状元 一个榜眼 对吧 榜眼的是3万 3万和人民币多少钱 2000块钱 没多少钱 咱不在乎钱 他说这个奖金 是干嘛用的 这就是给 你不叫算数据吗 给你一个 比如说买个GPU 买个服务器费用 主要是 他是这么想定 才给你的钱 所以给的并不是很多 OK 第一阶段 如果行了通过的话 那么就进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大家请看 这是9月16号开始 第二阶段 会有125个商品 这一下就多了 同时是100个图片 但是他这地方没有写 这个图片分辨率是多少 这个分辨率 直接影响到咱们计算的结果 然后是4个分类 总共5万张图片 都会给咱 如果这时候 如果我能过第一关 拿到第二图片的时候 我应该好好给你做这个 好 然后9月30号发表 然后10月10号发表 然后最后的阶段 给咱25个商品 然后给咱100个图像 4个分类 然后给咱10万张图片 然后咱们再去做咱们的解放 最终他审查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 咱们俩看 成功的话 优胜奖金是100万 然后如果准优胜 中元榜眼是50万 这个没多少钱 和人币大概是7万和3万多块钱 这个没多少钱 但是我感觉 它的目的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这么看 如果咱们审核成功的话 大家请看 如果你是优胜的话 那么会把实际系统开发的工作 交给你去做 怎么样 这个非常的不错 非常有信力 就是比如说 你是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个人 或者是一个学生 如果你要是成功了 您的算法 他认可的话 他会把实际的工作 发给你去做 这个 所以我来讲 如果有这个工作 也是很好 没有工作也无所谓 好不好 这个是我 想做参加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理由之一 我觉得这个能在实际中 能够开发点什么东西 出来最好 并不是光做算法 它实际会有这个系统的构筑 OK 接下来应目者 大家请看 AI研究者 AI技术者 以及数据科学家 包括学生个人团体 什么人 什么样的角色 都能够参加 没有问题 有幸运朋友 您一定要参加 好 咱们看一下 大概的Sky就有日程 7月31号 第一阶段停止 您通过刚才 Jone那个地方 应该是申请一下 申请之后 您会设到一封申请邮件 然后它会把数据局发给您 对吧 OK 然后8月17号 提案书 因为它会告诉咱们一个课题 咱们会提案书 然后31号提第二个提案书 然后9月中旬的话 它会针对咱的第一阶段 进行审核发表 看看你这个算法怎么样 然后第二阶段 9月28号结束 第三阶段 10月16号结束 然后10月下旬 最终发表 然后看您是最优秀奖 还是安慰奖 都可以 下面是三位审查员 他们是北海道大学的 包括扎黄市里大学的 也是非常优秀的人员 OK 大概就是这么多 是这样 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正好今后准备开AI课程 我这两天正在做这个计划 看到了有这么一个大奖赛 我觉得正好 咱们就参加这个大奖赛 用实际上 咱们这个社会上 已经用这个照片 用这相机拍下来的实际的图片 咱们进行实际的运算 生成咱们实际的算法 而且实际能够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我认为这是一个 不管是我做IT的AI课程 还是说参加大奖赛的意义 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 非常好的契机 所以说我也应该把握住这个契机 把我的AI课程做出来 同时参加大奖赛 如果能够优胜是最好 如果不能优胜的话 没关系 我也留一套我的参加大奖赛的过程的视频 给您作为一些个初学者朋友 AI初学者朋友 能够对您的AI学习有所帮助 好吧 这就是我大概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 有兴趣的朋友 咱们可以一起参加 一起研究 优胜不是目的 主要是看咱们如何学到AI 如何学会现在AI当中图片识别 非常热门的图片识别的算法 我觉得这是今后咱们一起研究的方向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这个大奖赛 今后我会不定期的继续更新我的进程 也希望您能够支持我 支持我的小马视频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